HELLO HELLO 我們在設置一些東西 各位萬迷 請稍後 我們現在設置一點 因為這一集又是有嘉賓接受我們的訪問 就跟我們講一下 再去沒有絕福 第二次沒有絕福之內 等一等 等我看看 何時加到這位萬迷 進來 對啦 萬迷 在這兒了 來了來了 很快就可以開始了 OK 再加回 Matthew 我現在加緊你進來了 Matthew 看到了 看到你的鏡頭了 喂喂 Hello 大媽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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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就好了 這個日子就未知 因為是錄影的情況 所以就未知哪一天會播出 但是各位萬迷 早晨 今天就正式開始我們今天的節目 大家看到了 很漂亮的一隻萬元的杯 和一隻萬元的啤啤紅 就是我們在鏡頭的另一邊 有兩位萬迷 今次是和大巴聊天 分別是Matthew 和Peter 你好 Hello 我是Matthew Hello 大巴 我是Peter 好 你們好 其實如果有些深水清的萬迷 我想他們都可能會記得這兩個名字 因為他們曾經去報復福看波的時候 就分享了一些相片和經驗給大巴 大巴當時就代他們在節目上說出來 終於約到他們了 可以今次親身和我們說一下那一次的經歷 首先說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今次看波 講到去奧奪福這一次 有些重要的資訊 我們在最後的時候會提到 其實Matthew 那次都說了給我們聽 就是完場之後 究竟怎樣可以等到球員 那個資訊我們最後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我想Matthew 由於我知道你 是很有經驗的去看波 這個很重要的資訊 對我們來說 不如問問你 其實你去過看萬聯幾次呢? 我呢 就應該在萬聯主場 就看了應該四至五場 到現在為止 嘩 厲害厲害 但是呢 都沒有輸過的 暫時來說 是 最重要這件事 是 剛才最近的資訊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是 12月26日 就是主場隊搬離那一場 是 那打和就二比二 Peter呢? Peter跟我一起去的 哦 我是Peter 我去過奧特福兩次 其實第一次就是幾年前 不過那次是暑假 球季結束 我只是入場參觀 廟斯人 和 在球場周圍參觀 那今次呢 剛剛 Boxing Day 有幸 跟Matthew 就入場 看萬聯主場隊搬離 是 好 不如這樣吧 我們事不宴遲 跟上次的布朗 情婦一樣 Matthew 和Peter 很好心機 他們做好好的照片 跟上次一樣 我呢 現在一路錄影 一路會 跟著 Matthew的指示 去把照片 逐張逐張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呢 在螢幕上看當然是一般 我們亦都會在網站上 放一條連結 大家可以看看原裝的照片 好 Matthew 我們現在看第一張照片 你如果要轉到下一張照片 請你告訴我 謝謝 好 其實第一張照片 就是我們計劃的行程 第一步就是要買機票 其實呢 由香港去英國看球 現在呢 我見 其實 某核安公司呢 已經是有 香港直飛曼徹斯特的機票賣的了 那它的好處呢 就是 我們可以去曼徹斯特 但是呢 回來那一程呢 就由倫敦 先回香港的 變相就不需要 倫敦來回 就上萬城兩次這樣 嗯 即是省省一程車 省省一程車 那就不需要走兩轉了 那 Matthew這個提議呢 我相信呢 就說 尤其是你會跟太太去的時候 這個非常有用 對吧 因為怎樣都要挺挺倫敦的 對啦 因為通常去英國 就不會只是去曼城看球 通常都去到倫敦 逛街啊 或者去旅遊觀光客 對啦 所以呢 這方面呢 就方便我們球迷 就不需要走兩轉 雖然 雖然 雖然就不是很辛苦 但是呢 就浪費時間 是 我們香港人當然要講 這個Efficiency 最重要是有效率 是啊 好 那我們去下一張照片 那我們去下一張吧 其實就是倫敦的 那個 Undergrunt的圖片 其實我拿出來 主要就是 想告訴大家 如果假設我們從倫敦 我們要去 曼城 看曼聯 其實呢 第一步呢 如果假設我們去 倫敦希斯道機場 通常呢 就是 你可以搭Undergrunt 也可以搭 這個 火車的 去一個站 就是去 Houston 倫敦 Houston 這個站 其實就是一個大站 你看到 其實在這個地圖 小細 但其實是中心點 差不多中心點 就是Houston 這個站 這個站 就是 來往 曼城 的火車 的站 來的 Matthew Matthew 衛免誤會呢 我想你還是說萬屎 比較好一點 你說萬成呢 我怕大家誤會了第二隊 你說萬屎 可能會好一點 萬屎 對了 對了 好 繼續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吧 好 下一張呢 下一張呢 就是 我就在 National Whale 那個網站 Captor 來的 其實National Whale 就是英國的 火車的網站 買火車票 我其實就出發之前 我去香港 就已經在這個網站 訂定 就是說 由倫敦 剛才所說的 Houston 那一站 就買一輛 車票 去到 Manchester Piccadilly 那個站 是 你看到 其實大概 那個時間 需時 就 2個小時 045分鐘 就是由倫敦 去 曼市 Mathieu 想問你一個問題 是 是 就是 這個火車 第一 可以網上之前買定 第二 我記得上次布朗說 就是要畫位 是不是就是這輛車 是的 其實這輛車 當然可以即場買 但是 我就 就是 我計劃了行程 我買完機票 計劃行程 其實最好就盡快買了 因為 當你知道 幾點開球 其實你已經可以預算到 你大概什麼時間 就要去到 萬城 萬市 而畫位 那裡 主要就是 當 你選擇 買 這個 車票 的時候 最尾的卡 現在 就是 一個跨一車的環境 喂 聽到嗎 不好意思 剛剛你說的 是 那裏 那裏呢 你選擇一段 一程的火車 是 對了 這樣呢 就 我們再裏下一張相片 下一張照片是剛才說的 Euston Station 外面的樣子 這張照片是剛剛12月拍攝的 然後再下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剛才所說的 這輛火車是上萬城的 這輛火車公司 英國的鐵路去不同的區域 有不同的火車公司 倫敦上萬市是這輛火車公司 下一張照片就會拍到標誌 這位外國人是不認識的嗎? 這位外國人是不認識的嗎? 這位是不認識的 另一個方法 甚至乎我們10月26日 Bossing Day那天去看球 那我就由倫敦去的 但是 因為聖誕節的關係 整個英國的火車都停了 那天 結果我就想出 我找到另一個方法 就是原來可以搭COLCH 上去萬市的 那這個COLCH 其實就是 就是這個 National Express 這個網上可以預訂的 那它需時 就比起火車 就長一倍時間 就要5個 小時左右 嘩! 這麼久? 差這麼遠 我當時就8點 就在 下一張照片 就是在 Victoria COLCH STATION 就是在倫敦 來的 那我就在這裡 8點出發 就搭了 下一張照片 就是那個大巴 哦!大巴 但是那個COLCH 就是可以坐到去萬市的 那其實我記得 10月26號那天 就有很多球迷 都是搭這輛車 就由倫敦 就上萬市一起看球 嗯 他們整天要開幾格 這些COLCH 才搭掉球迷 有沒有一個感覺呢 你好像球員那樣 搭這輛大巴士去奧德福 下車然後入球場的感覺 對 都不多不少有 那就 因為有大戰氣氛 每一次看球 心情都一定緊張的 嗯 球員都是搭大巴士去比賽 好像一個萬元轉車 這個COLCH 是啊 都爆了 還要有很多萬迷 一起陪著你 那一刻都很過癮 是啊 這個全車的乘客都是萬迷 我相信 很多他們都戴著 萬元帽子 頸巾 非常開心 接著就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 我們去到 去到萬市之後 其實就 我們只是去到萬市的 COLCH STATION 因為我們這次乘搭COLCH 那COLCH STATION 我們就要再轉這個 這個 Tram 上次 萬迷都介紹過 就是那個 對阿布朗也有介紹過 Indeed 類似是嗎 對 就是那個Metrolink 就是一個Tram 黃色那一間 是 就由 萬市的中心 就是 Piccadilly Garden 就再坐到 Oltrafford 那個站 就要買票 那你再下一張照片 就是當時 拍攝那個路線圖 那個Tram的路線圖 那再下一張照片 其實我就 再找出來 就可以放近一點 就看到 嗯 其實呢 我們就在 灰色的地方 就是叫CITTY SONG 就是那個 萬市的市中心 來的 那我藍色圈著呢 就是那個Piccadilly Piccadilly 其實就是 如果你搭火車 去到萬市 就會在這個Train Station 下車的 那你下車之後呢 其實你就立刻 就找Tram 就是 這個Tram的 上車點 站 對 那 就 搭呢 就搭到去 你會看到 紅色的圈 就是 Oltrafford 就是 奧雪福 你會看到 那輛車上面 其實那條線呢 它 就是 Tramine 就是 Tramine 這個 就是 最左邊 那你就 上對 那輛車呢 就 就對了 這條線 就會上錯線 因為其實它也有幾條線 不過呢 如果你比賽日 其實你都會看到很多球迷的 都不怕答錯的 那我其實曾經試過呢 以前有一次呢 就 不一定搭這條線的 搭上面那條 如果去到 Extrange Key 那個站 其實一樣可以下車 但是呢 就要走遠一點 都可以去到 浩雪福的 那我以前呢 曾經有一次呢 就因為 很多人 所以呢 那些 指揮的 人流的人呢 就說 哦 你們就上去 另一條線 就在 Extrange Key 那個站 下車之後呢 再走回去 那它就疏到 那些人流 但是呢 其實最直接呢 都是剛剛 Oltrafford那個站 那就是最直接的 明白 明白 那就 再下一張 下一張呢 下一張呢 就是去到 Oltrafford那個 Tram那個站 就在這裏下車了 嗯 然後再下一張呢 就是 都是那個Tram 嗯 下車之後呢 就下一張呢 那就是 走去 奧脫福了 就是由 Oltrafford的Tram Station 走過去 去奧脫福 那大概那個時間 就是十至十五分鐘 那一陣頭呢 就 有很多球迷啦 當然 那 我以前也 就是見很多球迷 一邊走一邊唱歌啊 那樣 那也都會 一邊賣些 那天 就是比賽的項筋啊 成的 還有都會有些 翻檔賣食 那樣的 我看到啊 左手邊有 Fish and Chips 通常是薯條魚啊 對啦 通常 英國很多日子都很冷的嘛 那其實就 都吃點東西啊 才入場看播都不錯的 嗯 然後呢 就再走一遍 有一樣東西 我想記得上次布朗有說的 就提提大家 還有Mathieu和Peter 是不是都是同樣的 就說 記得要帶現金 因為呢 那些攤檔呢 就只是收現金的 是不是啊 沒有錯啦 沒錯啦 是呀 沿途也有一些 小販啊 在那裡賣東西 那樣的 我們走到那個 Eastland 那個正門前面 就在那裡拍照 有些小販在那裡賣東西 那我就 幫他 光顧他買了幾條 那些 我們萬聯的項筋 有一些 可以給香港親友做 手信 那樣的 那些一定是要給現金才賣到的 嗯 好 再下一張呢 就是 我們差不多去到 對啦 去到奧鐵福 門口了 那 其實 你一路走 一路看到 那個建築就越來越近了 那個Stadium越來越近了 那其實 去到那個感覺 每次去到都覺得 哇 很宏偉的感覺 看到那個門口 是 那 那 然後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呢 就是 Sher Alex的 像 其實就是 在 另一邊的 那 有時候 就特意過去 再看一下 拍照 這樣 因為他也是早幾年 才 設立的 沒錯 那 然後呢 這就是 剛才的 Eat Stand的另一邊 是嗎 Sher Alex Perkinson Stand 這個呢 就是 剛才 那張照片 再 再走 再走遠一點 嗯 是 我想給大家一個概念 如果你真的圍繞著球場 在外圍 你呢 走一個圈呢 隨時大約多久呢 就是正常 五下 那樣 我相信 都要走 十分鐘 來 十分鐘 左右 對嗎 嗯 是啊 大家一個 尤其是 你比賽人多 應該會走得再慢一點 嗯 沒錯 沒錯 好 然後再下一張 這張呢 其實 我就找回我以前看球場的照片 這張呢 就是 看到 我那次就是看萬聯對西暴朗的 這場呢 應該是 一、二年的時候了 那 為什麼會拍這張照片出來呢 就是因為 我記得你那次跟另一個漫迷說 那這些 每一場 就 才有 一個 就是 特別給那一場的 Scarf 沒錯 不是官方的 產品來的 嗯 知道 通常這些漫迷都照買的 因為官方 就反而不會有 特別為那場 波而 製造一條 頸巾出來的 明白明白 明白 所以 很難得先去一次的話 都 都應該買一條做紀念的 是 是 是 說真的 都明白的 說真的 我們當然 正常情況之下 有官方產品 當然是買官方 那 好像你們 各位都說 就是 官方的東西 這個都是 就是 我還以為 Mathiel 我以為你說 你一二年見到這位老兄 你剛剛去到又見回他 我以為 哦 都 其實他們的樣子 都很像樣子 有時候都不出奇 對 不是 說真的 很多買了很多年 我相信 是啊 不出奇 都是一個 傳統來的 雖然不是官方出大 但是也是一個傳統 好 謝謝你 這個真的有趣 那 下一張照片 其實呢 去到奧脫福 開球之前 最好 就買回那天的Match Day Program 看看 領隊 對這場 有什麼 說法 剛好 我剛剛這一次 因為太趕了 我就趕時間 所以就沒有買到 其實這本 Match Day Program 就可以 有一個在用 就是 比賽後 如果要簽名 就拿著這本 Match Day Program 給球員簽名 也是一個不錯的 一件事 就是給球員簽名 通常 這個 Matthieu給我們的 第一個小提示 如果你買了 這個Match Day Program 即是當日 賽事那本書仔 如果你買了 簽名 給球員簽 他們一定會願意簽 一定是今天 關於這些情況 他們一定很樂意簽 是 我想問一下 Batthieu 這個Program 買這個Counter 是否周圍都有 還是整個 布特福祥只有一個Counter 還是怎樣 我記得 有幾個 不是一定只有一個 甚至乎 它有一個Mega Store Mega Store 其實那天 Match Day 裡面也可以買 即是不難買 不難買 但是我那次因為趕時間 而且為什麼趕時間呢 因為安檢越來越慢 所以呢 它是不可以帶任何 一些大的背囊 那些 它全部都要你先 儲存在一個地方 才讓你入場 因為你入場 其實 你也是拿一部電話 穿著波衣 這樣就走進去 這個已經是第二個小提示 就不要帶那麼多東西 盡量 不然就麻煩 是嗎 是啊 我之前試過有一次 拿了一支自拍神君 它也不可以 哦 這樣就不可以了 iPad也不可以 哦 iPad也不可以 是啊 不可以 明白明白 這個貼紙也是重要的 長鏡 那些相機 都不能讓你帶進去 都要全部 都要先儲存 這個真的重要 這個真的重要 你完場之後 拿著飛仔 再排隊 再去拿回你放下的東西 不過這個真的重要 你知道 我相信有些萬迷 不少的萬迷 可能都會玩一下拍照 拿著長火去到 入不到 就麻煩 又要排隊 所以這個真的 第二個重要的小提示 謝謝你 還有呢 盡可能都早點入場 除了安檢比較麻煩之外 還有早點入場 可以看熱身 其實我每次都很著重 想看熱身的 所以我就想早點入場 但是呢 通常都要 都早三四個字 才能入場 嗯 對 始終人多 人多 還有一些交通 都不像你想像中 那麼容易去 有時候 嗯 明白明白 好啊 接著再下一張照 是 對 下一張照 就是 我看球票來的 那就是 自然呢 就是 我就 托其他的人 就幫我頒了一張櫃票回來 那呢 我是坐櫃票的位 嗯 嗯 是 那 那就 就是我們 安檢的位 就是準備 入球場 那個位 那我剛剛這次 十月去呢 我就 坐這個 是 的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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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位 就是剛才所說的 安檢的位 就是 那些 穿著 營工 外套 穿著 的 staff 都檢查了 你的背包 裡面有些什麼 就逐樣去檢查一下你 然後呢 順利進去 就下一張 這樣 已經開了 就是我第一次去的 坐的位 嗯 接著我們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呢 就是這次我剛剛這次去 看萬聯 坐的位 也是坐在South那邊 接著就 再下一張 這一張就是 我去到 入了球場 找到自己的位 之後呢 就 就看熱身了 我們盡量早一點 早一點 早一點 15分鐘 就看看球員熱身 拍照 我問你一個問題 是 你是因為 拍照所以 除了外套 你有穿外套嗎 沒錯 我是有外套的 聖誕那陣子 其實很冷的 我們拍照 就除了外套 穿一件萬聯波衣 拍照 明白明白 因為我看見周邊的人都穿外套 所以我看見 嘩 不是禁勇的 明白 好 接著又再下一張 這裡就是拍攝過去 方向就是拍攝過去 後備席那邊 出場 我看到出場那邊最到 沒錯 就是出場那邊拍攝過去 嗯 接著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就是 這邊就是 東漢台那邊 嗯 那 作客球迷 剛剛 這張照片拍不到 就是 這張照片的右手邊 就是 搬離 的作客球迷 我看那場 作客球迷 叫得很厲害 所以一入場 就已經聽到他們 不停的唱歌 這樣 差點以為作客 那 Matthew 和Peter 你們都不是第一次去好脫福 那可不可以說少少 因為這陣子的漫迷都說 摩連奴也有發聲 說我們的主場的氣勢 比較差 你們看過幾次了 你說有一場也是一二年 那也是五年多前 你的感覺如何呢 或者Peter 你不是第一次去看 你們的感覺是 是否真的差了 比起一二年那次 我或者我說 其實呢 我就在 一一年的時候 我就主場看過曼聯對保頓 這場 那 曼聯呢 一直呢 攻擊 都進不了 去到八十幾分鐘 有機會 去到八十幾分鐘 最終呢 你知道誰進球 背逼托古 哇 哇 OK 曼聯也攻得很厲害 那 全靠就是主場的威力 就是一路呢 就是幫助對方去進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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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到八十幾分鐘 才能進到一球 最終就是小勝1比0 是 那其實這場球呢 我覺得呢 很大程度上 曼聯的球迷是幫助對方 就是一路 令他前進前進的 那次的感覺就很好 曼聯主場的感覺 就是 完全沒有說 現在所說的這個問題 嗯 但是我最近這次 就是我去看官尼 那樣呢 就 可能本身做後兩球 所以 作客球迷就 喊得很厲害 就是 主場球迷呢 就 真是靜 嗯 嗯 我覺得是有少少不同的 比起以前 就是以前的一一年 就是費格蘇年代的曼聯 是 那個主場威力呢 是比起現在 是相差很遠 我自己覺得 明白 對了 你說就很有說服力 因為你真的看過 不同的年份 這樣 所以這個 真是 老實說 雖然這樣說 但事實上 可能主場的氣勢 是差一點 但是呢 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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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有機會 可以再談 不過 起碼 Matthew 就告訴我們 一個 他自己看到的現象 就真的比較在一一年 尤其是 他剛才說的那場 簡直是精彩 當時呢 我們又被人說 比較長時間 但是呢 氣勢呢 真的差很遠 比起現在來說 這個真的 大家要想一下 怎麼搞的 因為其實我也隔了好幾年 沒有去看球賽 即是 由一、一、二年到 當時就看得多些 那也是 去年一、七年 才回去再看 其實是有這樣的分別存在 嗯 明白 好了 我們再下一張照片 是 這張照片 就是 開球的時候 應該握手了 就準備開球的情況 是 對 下一張呢 就是 哦 拍照了 這場好像是普巴做隊長 對 知道 中間是普巴 對 那 下一張吧 下一張就是 曼聯上半場 對 對 對 曼聯上半場 就攻 我坐那邊多些 但是呢 那場是出E-Bar的 E-Bar正選的 那場 那場 出完之後 到現在都沒有出過 E-Bar 因為他上半場 打正選 對 之後就好像不太順 那麼 下半場就馬上換走了 沒錯 可以這樣說 上半場就悶了 可以這樣說 還有呢 剛好 就入球 就都在 Shefford N那邊 那邊 就不是近來 哦 嗯 然後 下一張 也是 也是 那個鏡頭 就是拍攝楊架 是 丁架外球 是 也是 寶巴赫 也是 那一刻 哦 明白明白 然後呢 差不多 就說完 長波 長波 結果 保時階段 蓮加特 入球 追回2比2 對 沒錯 所以輸了 全靠蓮加特 才保住你的 不敗紀錄 對嗎 我看曼聯 看了 四五場 都沒有輸過 和 和也收貨 算了 是 那這張照片 看見是馬達嗎 對 這張照片 就是我 完場之後 第一件事 就立刻去 霸位 拿簽名 這就是 那可不可以 講解一下 你講完這張照片 你有機會 要講解一下 怎樣可以去到哪個位 待會有機會 好啊 好啊 這張照片 看完球之後 就 拿球員簽名 那 就 馬達 就出來 那他就 因為呢 英國就很 關心一些 雙殘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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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個懶的 這樣就 攔著球迷 叫做 我們 如果越早 就可以去到 一個懶的 越前的位置 嗯 那 他也會 給小朋友 給相見人士 啊 就在前一點的位置 那馬達呢 就 先走出來 跟球迷拍照 嗯 然後 下一張照片 哦 馬迪 馬迪 看見 馬迪 那天 馬迪很早出來 他可能 早 踢完場 早 衝完糧 出來就走了 那他 也很好 那 就是 你看到這張照片 最遠的位置 就是剛才說 雙殘 就是馬達拍照的位置 哦 這裡 對 他們就一直這樣簽 就是從那裡 一路走走走走 沿著這個欄 剛才說的 有一個欄 攔著球迷 對 他就從那個位置 一路就簽 簽到你 我那個位置 有時候 他也會 有些球迷就給他電話 那他就 幫你拍一張照片 即是醒目的 是嗎 他們自動波式做的 這件事 是啊 但是 很多球迷都想這樣做 所以你都要 給點熱情 或者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 電話給他 跟他說你想拍照 這樣 通常都會 樂意跟你拍照 嗯 時間很重要 時間很重要 對 下一張照片 就看到馬迪 幫一個球迷 簽名 嗯 這些波仔也不錯 很棒 這些波仔 對 下次 就可能要準備定 如果不再去的話 有萬迷都問過 拖我問你們 其實 找什麼簽是最好 剛才我們都說過 第一個小提示 就是買那場球的長刊 來簽 也是一個很好的 想法 當然 波三 這些小小的波仔 其實都很好簽 對 波和波三 波三其實 他們都 很樂意簽 是 然後下一張 就是 索爾 出來 是 索爾 索爾 也是很棒 都是由頭簽到尾 全部簽到尾 全部簽到尾 是 然後下一張照片 就看到 普巴 普巴 沒有簽名 他就是 出來之後 就 直走 就 上車了 OK 後面那間 巴士 那間 就是 作客球員 那間 巴 來的 對 其實 對面 你會看到 左邊也有 那些人 都是等候簽名的 其實有兩邊 就是 對著大家 對望 中間 就是一條路 就是球員 會走過 但是 通常 就是 我站在那邊 球員 會過來 多一點 嘩 這個重要 哈哈 站在座位也很大 好 你的 然後 下一張照片 大家知道這輛車是誰的 是 是 是不是 E-Bar 好像 我沒有記錯 不是 E-Bar 不是 是一個 黑人球員 很難猜的 是 陽格的 這輛車 是陽格嗎 忘記了 我反而 我唯一記得就是 努卡古那輛 是 很奇怪的 努卡古那輛 其實 為何會 又 回到這張照片呢 這張照片 是 22月26日拍的 其實就是 那些球員 其實就是 他們走出來 那他們就 上回自己的私家車 那 他們出來的時間 就不是說 一大班 就是 一大堆球員 一起出來 通常 就 逐個逐個出來 那 以前呢 其實我再之前 就 都 說的是 一二年左右 就有看過 就是 也是這樣 等簽名 我就見 其實他們 上車的情況 就不同了 和我剛剛去這一次 不過 這個呢 我們去到 可能下張照片 再說了 這張照片 就是 現在的陽格 他就在這裏上車 那就 自己開車走了 等等 不好意思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每個球員 就經過那條通道 經過那些球迷 簽完名之後 就全部拿回自己的車走 會有個司機 幫他駕駛的車 去到那個位置 哦 對 我就奇怪了 因為他們來的時候 是坐巴士 對巴 來的 但是走呢 他們的車就會有人幫他們 駕駛過來 自己各自走 不是一起走 對 各自走 會有司機 幫他駛車 駛到那裏 那他可以自己駕駛 或者他 可能有司機 帶他走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再下一張照片 那就是 由來源簽名 其實都天黑了 因為其實 等簽名呢 你等到 由賽後等到第一個球員出來 其實都 大概一個小時 對 因為他們可能要接受訪問 要洗澡 換衣服 可能 不知道摩佬會不會 又說幾句 這樣 之後再出來 再走 其實這裏都在說 你都要預算 一個小時以上 是 那這也是一個小提示 如果你要等球員簽名 如果算完整 都要過幾兩個小時 是嗎 對 我想過半小時 就差不多了 其實我都沒有等過最後 剛剛這次 因為我都趕著去吃飯 上次 布朗就給了一個提示 我們 附近都有些酒店 如果你住在附近的酒店 你就可以等得晚一點 不用說了 我剛剛這次 我就住在 萬市的中心 在Channel Town 即是你要趕車出去 是嗎 你要趕車出去 其實也是回答剛才去 那輛Tram 其實 買車票 你可以選擇單程 也可以選擇來回 也可以買Day Pass 其實我那次就買了來回 所以 就乘回Tram 去市中心 市中心 市中心 這張照片 就看到一棵聖誕樹 因為剛剛是聖誕節 對 對 然後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就是剛剛所說 乘回Tram 去市中心 我就 去 去去萬市的Channel Town 吃飯 那天 幾點左右? 你等完整 看完場波 等完整 大約是什麼時間? 那場波開三點 完場五點 等到球員 拿完簽名 大概六點多 六點半 至七點 出回去 大概是七點 剛剛好吃飯 對 對 明白 喂 你還沒說 在哪個位置等球員 我簽名 那當然會說 看多幾張照片 好 好 我們後面這些 去快一點 這張是以前的 應該是一、一、一、二年度 我又是看主場 又是等簽名 就等到 Evn C 大家在等他 會不會回來 那時候曾經說過 很多球會都在追逐他 對不對 我個人覺得 一般 和你一樣 他以前在萬五的表現 都是幫塞塞 你不要管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現在就 現在他年紀大了 那就剩下了 好 下一張呢 就是等到 忠師 我以前忠師很年輕 這個樣子 真的 忠師呢 簽名 再下一張 那次 忠師呢 其實就幫我簽了一個 英超球 那次 他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球員 他就是 由 由 第一個球迷 差不多 簽到最後一個球迷 就是他 逐個逐個 真的 跟他踢球的風格好似 就是很堅毅的 簽了 所有球迷 好搞笑的 通常有些球員 就是 簽了一個 可能就走兩步 簽下一個 很快就 過了 中師 不是的 停了很久 逐個逐個 不停簽 很搞笑 你問我 是有心的球員 對 很有心 接著下一張 就是 李奧菲迪 當年李奧還在 是 李奧 早幾年來香港 我都見過他 嗯 然後 下一張 就是 啊 朗尼 當時是隊長 應該是吧 朗尼 他應該不多 跟球迷簽名 我相信 剛好 我看這一場 他又買來簽 因為 其實我記得 以前 見過一次朗尼 賽後 直接上車 他自己有輛車 就直接上車 揮揮手 就上車 但是 我剛好 這場 他就有走過來 跟球迷簽名 嗯 那你幸運 因為 那個period 其實萬聯表現得不錯 我沒有記錯 這場 踢完之後 我們是 領先 萬成 八分 哦 明白 明白 但是 這一屆 最終 沒有得到英超 是不是就是 德塞球女的那屆 對 亞古路 林美 入球那屆 嗯 然後 下一張 就是 哦 三哥 打算回英超 滾食的艾夫娜 不是 還沒證實 韋斯咸這單 還沒證實 還沒證實 他 他 他助攻的能力 是 我覺得是 暫時都沒有人可以取代到的 在左閘來說 對 是 沒錯 然後下一張呢 就 又是很幸運 看到雲達莎 是 雲達莎呢 就 哇 他很紳士的 一走出來 又高 真的很有型 我聽過一個故事 不是故事 不是故事 一個形容詞 我有一個 聽過一個人形容 雲達莎 就說他好像查理斯王子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一點點 真的很帥 因為你說很聰明 又高 是 就是 是 很有聲味 我自己覺得 嗯 下一張照片 就是我想說 這張照片 看到雲達莎 其實他跟他家人 連同他老婆 子女 一起上車 嗯 這張照片 就拍了在 就是 剛才我們 旁邊就是 拿簽名的位置 是 那 我就覺得以前 那種氣氛 就 變了我們看著他 上車 球員 就 逐格逐格來 可能雲達莎出來 到下個球員出來 又這樣上車 這樣 那個感覺 就 很好 現在 就有一點點 在那條路 縮了去入面 上車 就像楊格那裡 那個位置 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透明 沒有那麼多 嗯 不知道會不會是安全的理由 不知道 也有可能 還有 有些球員 可能那場 過了球 所以 少了球員出來 簽名 我自己覺得 嗯 接著 就 下一張照片 他就看到 雲達莎準備上車 其實他很高 我記得 我還有另一張照片 就是他坐了上司機位 這樣 就已經安靜了 明白明白明白 好 接著下一張 就是 小豆 小豆 嗯 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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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其中一個萬聯球迷 很喜歡的球員 以前 大家都很捨不得他走 他也是對萬聯球迷很好 經常出來簽名 嗯 接著下一張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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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所說 中司幫我簽了 英超球 你現在拍照 你那邊的鏡頭 杯上的球 就是這個球 我看到中司的簽名 對 這個球也仍然保留在這裡 好 接著下一張照片 就是 剛才大巴所說的 你提到那個位置 哪個位置 對 其實等簽名的位置 其實這張照片 我就在網上 找一張照片 你也不會有一個行拍機 拍到 那個位置 告訴大家 就是 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等到 球員出來 在賽後 再下一張照片 Sorry Sorry Matthew 是不是你用紅筆 Sorry 是不是你用紅筆圈了這個位 對 你見到嗎 是不是 我現在的帽子 動來動去那個位 對 對 沒錯 OK 讓大家看看 好吧 下一張照片 可能 也會有一個想法 是 是 左下角的位 我現在用了 是 在 Stratford End 和 後備直 後備直 就是我們現在 South Stand South Stand 那邊 就是我們現在 Bobby Charl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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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 和 Stratford End 之間 之間 的那個位 大家記住 就是這個角落頭位 現在我好像似著這個角落頭位 或者去回之前那張照片 就是這個紅色這個位 這個就是等尖名的地方 大家不要去錯了 是嗎 Mephew和Peter 是的 提一提大家 在這個角落這個位 要注意 它有兩旁 應該是靠近 靠近 屋比查爾頓看台 這一邊 是較容易得到簽名的 如果靠近 我的Mouse 位置 對嗎 對 對 如果你靠近 Stratford End 那邊 是較難得到簽名的 是 那我分享在這邊 現在這個Mouse 看到 那個就是容易得到簽名的 那一邊 是的 OK 好 還有沒有照片看 再錄一張 這張照片就是 嗯 都是想說回簽名的位 這張照片走到最入 最入 其實就是 我所說的位 就是拿簽名的位 走到最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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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好像叫 Muric Tunnel 就是紀念 Muric Tunnel Muric Tunnel 好 好 那就 那些照片就 還有很多 對 差不多了 這個不關事了 OK 首先 首先 多謝 Matthew和Peter 雖然這次 雖然說到奧脫福 但其實說的 跟上次 布朗說的 有些少少不同 由於他們去的方法不同 所以這次 就說到 由倫敦去 萬斯斯特 那一輛車 究竟有什麼小提示 另外 重中之重 就是說大家簽名 那裏 我覺得Matthew 和Peter 由於他們 比較有經驗 所以說到 給我們聽 有很多 另外還有一件很重要 就是 Matthew 親身感受到 現在打氣的情況 真的比幾年前 真的 有少少分別 摩連奴說的 靜了 他也有同樣的感覺 即管看看這件事 大家自己醒目 下次去的話 就知道要在出口等 以及 要接近波比超頓 波比超頓sir 那邊的欄杆 就容易得到簽名 對嗎 也要看看球員的心情 但是那頭的祖宴 也有很多 巧合的 能不能拿到 那我最後有什麼特別的 最後的提示給大家 最後的提示 都沒什麼了 大家多去看球 就有些經驗 下次就分享給我 哈哈 一定會 我們漫迷早晨 就是做這些 對不對 OK 那Peter呢 Peter 有什麼想跟各位漫迷說 嗯 都很開心 因為平時都是在香港看電視 有機會真的入場看 那個感覺都是很不同的 還有 正如剛剛是Matthew所說 在沿途走去的時候 已經 已經很有氣氛了 在興趣上面 已經有些外國球迷唱歌 沿途一起唱歌 其實一直走 都很期待入場 那個感覺 都很開心 如果有機會 我也會再去 希望大家也有機會去一下 好 好 這一集我們都很長 所以就差不多了 再次感謝Matthew和Peter 跟我們分享 有機會再跟我們說多些 漫聯 可以其他題目也可以 好 多謝大家 OK 拜拜 拜拜 拜拜